所有人都认为明天党会送饭吃 就是他说那个时候 他给我算个账 中国70多万个乡村将近上千个城市 将近两万个就是所谓城市中的街道区委干部 他说你告诉我饿死几个 你见过军期大院有饿死的吗 你见过干修所有饿死的吗 他说那个时候诞生了特供 特供是那个时候来的呀 兄弟姐妹们 他说你知道那个海军是干啥呀 海军是捞鱼的 他捞完鱼以后最好的多少鱼送北京 多少鱼送上海 多少鱼送军居 他说捞完鱼以后那个鱼渣捞鱼的人能吃吃 他说你知道为了镇压捞鱼的海军 怕偷吃鱼 怕的果鱼 故意派人潜伏进去跟他捞鱼的 结果发现这人没有一条鱼 这些人偷偷拿走的 这家伙完不成干 完不成这个工作了 怎么办 这是中央警卫级派出去的 Eric去派卧底去了 到长岛市长老班长那儿 看有没有玩弄女学生的事情 发现老班长长岛哥两人全部玩弄女学生 结果Eric我得给你设计设计 结果他就提出来要求 跟大家说我得咱的烤鱼吃 烤鱼吃 我身体不好 结果东海舰队把这个鱼帮他烤了一条 叫他是人家没吃 举报 全传枪毙 然后内部同报啊 有人捞鱼的 给中央首长捞鱼的 这属于军事物资 战略物资 竟然偷吃狗鱼 全抢鱼 而且配上照片 目的是啥呀 让你这些搞福泽特供的军人们不要偷吃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些 这就张一凤当时说 他说这个自私到什么程度 他为了完成工作 他抢毙这所有的给这人搞特供鱼的人 我今天想到这的时候 我想文空 你觉得中国即将大饥荒 会有多少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你看上海 那个隔离的时候 你见那些大白 你见长春一个方便面睡人一家三口人的 你见上海一个馒头换个姑娘的 你见上海拿着往家偷运粮食的所谓大白的 你觉得这一刻 上海发生武汉发生的 深圳发生长春发生 比文化大革命好吗 只有过之没有不及啊 兄弟兄弟 共产党在中国一百年 中国人的思想境界情怀提高了吗 现在像小飞侠小飞象如一感兴趣UFO 在你感兴趣UFO到来之前 你先把肚子填满了 我们的暴二代 暴一代 请问大家能不能活到UFO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UFO来了也不跟你双修 也不会把你带走 他更不会把你家人给带走 也不会给你带来饼干 而且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在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子宫脱垂 脱水脱落 男人的睾丸消失 男人的肛门脱变 眼睛脱落 你觉得今天上海上海发生的事情难道 你觉得会比那好吗 一点都不比那好 只是你不知道 就像长春咱一位战友说 七哥 就连我们身边的教授 都饿得哇哇的叫 何况那老百姓多少惨死的悲剧 多少人自杀 那么今天中国的所谓的拔一斤粮食 中国今年的水灾 还有世界的缺粮 你看看这 这对他好的这是 这是在镜头前 没有人的时候对他啥样啊 是吧 可以告诉大家 但凡有点常识你去想想 接下来中国将面对的事情 是你有钱 很多人说我有钱 你有钱你犯法 你有钱你买粮食 那就买非法购买国家战略物资 就像我也曾经问过张一凤 我说一凤都说 那时候要是领导有钱有啥的 那也私下可以买 他说兄弟啊 你去想想啊 钱那时候是没用的 那时候有粮票 有饭票 有饭票 票是权力的象征 权力管用 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要拿点什么粮票 食堂票 他说别说换花姑娘 你换啥都行啊 可你见过茶买粮食的 有茶饭票的吗 就你有钱你也不能随便买东西 你家里多余有粮食 那叫窝藏战略物资 非法储存粮食 把你抓起来 枪毙你 是吧 你看看哪个村长 哪个区长不是 大肚便便的 肥腻腻的 到今天中国人流行 男人 是吧 我娘一看我肚子大了 我娘就高兴了 哎呀安琴 容易一齿得磅乎胃了 就怕我瘦 是吧 现在头上一抹头油 这是干部 是吧 那叫油腻嘛 可没说我油腻 抹上头油多高级啊 但是今天Erik看着抹头油是抹不了了 你抹头油就不叫高级了 这叫贼量了是吧 那时候抹上头油 是不是啊 那时候拿点香油 抹一抹 那很高级 啪啪啪弄点兔抹一抹 哇塞 那是干部是吧 然后肚子一挺 这是手掌 对不对啊 不就这么说挨个大肌荒来的吗 到今天的情怀 就是头发上抹头油 肚子挺起来 但现在在上海 中共国流行的是什么 大家去看看流行是什么 你没有注意到 在上海短短的 就在过就这两个月 发生的是什么 你们看到张文宏在这个语音说话了吗 在上海流行的就是特权 流行的就是欺骗 告诉你就是俩事之前 街机 大肌荒到来之日 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用的 只有权力 而且一层又一层的决定 县长可以决定副市长的死活 县长副县长可以决定各区长的死活 各区长决定副区长到村长 共产党设计这个制度 天下 就是整个结社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叫 一层又一层 任何一层不能跳跃上一层到上一层去 任何一层都不可能背叛 你背叛了这一层 你不可能跨越第三层 任何人都无法挑战最高层的关系 中国的社会说白了 就是极权的网络的设计 到达了任何层次无法突破的程度 所以今天你刚才 你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你想说李克强想造反 完全不可能 上海就告诉你了 上海人这么反抗 能七八十天 习的能力到达什么程度 习的权力到达什么程度 上海防疫力的临时通信证 想双修谁双修谁 想弄谁弄谁 你还怀疑这个吗 咱先说到这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七哥 每次跟七哥大直播 总是碰到这么沉重的话题 这也是就是因为有共产党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参与这个灭共这件事情 这个艾瑞克现在已经升级了 现在不用投油了 现在我什么油都一样 所以这个不用为艾瑞克担心了 然后我们我想说的就是 就是现在不光是说 这个以前还有粮票 但你买东西的时候有限制 现在是直接就你人身自由限制了 你现在连出门都出不来 想出门的话只给你四个小时 而且还有限制的 到时候回不来的话就回不来了 所以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严重 而且我们现在所谓的 就像中共国内强的一直说 属于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 哪有人会想到说 还要有这种大饥荒的出现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研究过 这种饥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包括像七哥刚才跟我讲的 这种子宫脱落 包括男性的这种生殖器官的这个 所以我们没有这种经历 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去想这些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出来出到国外 然后能够参加爆料革命 能够听到七哥说这些的话 根本我们现在也是 跟墙内的那些民众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 在这个现在这个中共 这种体制下面的一个可悲之处 好 我们先把话筒交给Erik 好 谢谢 谢谢七哥给我们讲解 我小的时候听过很多 老人给我讲60年的事情 六年以前 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 他都不是白领了 是白领中的经理 他问了一句话 我们在微信群争论 他说六十年代饿死过人吗 当时我很生气 我说统计局的网站上 都写的一千六百万人饿死 你说有没有饿死 然后十五年前 我身边有一个处长 他说中国现在没有人饿死吧 没有人挨饿吧 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辩布 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人 非常非常多 我身边也有对历史 非常了解的人 他那天跟我争论 说毛泽东时期 可能也就是杀死了中国 八百万人吧 你说你从哪跟他说起 所以我们还是认重道远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然后这个Eric 我们现在有下一个话题吗 其他的问题吗 好的 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 这个第二问题是这样 假如曾庆红 胡锦涛 王岐山 支持李克强 或者其他人取代习近平 担任中共总书记 对中共进行改良或者改革 一改过去对西方的强硬态度 也不打台湾 继续对外开放 民意和西方勾兑 使得中共续命 那么在习 继续担任中共军委主席的情况下 这样的局面能会不会出现 那习如何安排他的党与 西方的邪恶势力 会继续跟中共勾兑吗 对我们的灭共有什么影响 谢谢 百分之一万这些都不会发生 一样都不会发生 唯一发生的结果就是2017年 我快要告诉你的 就是习家天下 这都不可能 这都是印象 只要他活着 就没有任何第二个 就习近平是一 后边没有二和三四五 你想一下 后边都是零 他就不用在乎他当什么总书记 军委主席 最近他们闹动确实有 垂死争扎 这是习 真的是习旁边有一个王沪宁 不要忘了王沪宁 习旁边还有一堆高人 我不想说好几个都是我们约定好的 不说他们都是我朋友是吧 我都很清楚 最后二十大开往 只要习近平活着喘着气 习近平被换了个职务 说属于天安门派出所副所长 后边他家扩活 明义的 但是后边只要告诉他 习近平从中还活着 这些所有职务都是没用的 就像毛泽东 毛泽东当年把所有全部都让了 总书记 国家主席 啥都让了 退休了 看书了 天台搞双修 游泳 是不是 都给张一丰商量 是不是 你作为给张一丰你看看 历史上的名人是谁 最好的皇后是谁 最好的皇后发生是什么 给皇帝选美女最多的 就是那个最好的皇后 张一丰说 你的意思是让我选美女 是吧 是不是要选美女 然后毛泽东问他 听说一春 那个有个地方出美女 是吧 张一丰说毛泽东选美女去了 又不干啥了 最后不是一番手 把全中国人都给送到地狱去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 中国就你刚才你说那个微信里边 就中国人的愚蠢 原来拍一位 但是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张一丰牛是自私的 你看我们爆料革命就行 你看我们的朋友就能看得出 就包括我现在就每天看到 就是国内过去曾经朋友 犯下的愚蠢的错误 就那姐妹们 用任何话 我是跟你说实话 现在你就是北京城崩上 铺上金砖 你就铺上钻石砖 我都不想在那个城市生活 就是上帝徒类口 那里不仅是环境不行 中国是中国的人心 真的是坏 我们救出很多战友以后 那些好人 我真的高兴 但是你看到那坏 你看出大脑袋 你看蛇妖剑 你看看那个鸡腿潘 你再看看那些 那真的你觉得这些人在中国少吗 Erika 这个国家的良心和人心 从大清朝之后 从民国 逐渐衰落 到最后的人 到了不畜生的奴社会 首先社会具备了畜奴的环境 杨改兰一个女性 死了 所有人觉得活该死 砍死自己孩子 没有人想象 为什么一个女人 逼得把自己孩子砍死 她没砍死任何人啊 在任何报复社会 都要砍死别人几个再走吧 叫你Erika 我砍我孩子之前 我得砍你们 她老公回来 守了七天 她也死了 就这也不饶了她 中央电视台 当地电视台说 她精神有病 精神有病 就没砍当地的村长下长去 是吧 她没有任何的反叛 保护人权性 在西藏呢 在新疆呢 前天新新老师 问我问题就说那个 说在新疆的情况 新疆的情况比你想象糟多了 我那天有两件事没说完 一见美女 我就有点这个精神错乱 看着小新老师就 话题就跑了 我现在我得给她 我得补上 就新疆所有发生的事情 七哥要把那些视频撂出来 因为撂出来这些视频 现在就对那些事 就不能再作为证据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绝对你们自己 真的是一星期十秒就犯了 你一想到强奸女性 你就想到白白的 是吧 胸部 臀部多漂亮 那是你做梦看黄片看多了 在那个集中营里强奸女性 是女性被折磨的 已经是回身 就是拽掉衣服的时候 只有这半身 有是白的 再折折折折就成泥吧 人就跟猪没啥俩样 就那种轮件强奸 你觉得那人还是人吗 是吧 你在想到处流着雪 在这个地上水泥上 还有当地那个叫新疆的那个草 那个草上面 你觉得那跟畜生有啥呀 西藏呢 西藏的军人强奸西藏的女孩的时候 你觉得她会像电影拍的还有慢镜头 像Erica看的镜头 慢慢地拽冷衣上 还只拽这一半 看了你很性感 是吧 那种挣扎是本能的 那种拽衣服是这种粗鲁的 拽完以后在地上是灰身是泥巴 是凄惨的 那种叫声是要你命的 你听不下去的 是吧 那可不是像你看的照片 新疆的监狱里面照的那么好看建筑 照片能把人 丑人照漂亮 但是照片真的照不出人间的丑恶和恐怖 即使那死亡的照片都 在相机面前都表现得没那么害怕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技术 还有那天小鑫老师问我一天的时间 你时间怎么安排的 我也没正确回答 我现在再回答一遍 那天见美女有点晕啊 抱歉兄弟姐妹们 第一时间安排 就三个要素 知道你一天要干什么 必须干什么 那你这个问题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时间必须干完 这不是时间就解决了吗 是吧 第二个要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你一天一定要知道 非常清楚 从早上醒来以后 你一定要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这就前后一颠倒 重点一没有 你就完了 像今天我让先直播 是吧 我不可能把直播 今天Eric 问过你等着我 我一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吃完饭再直播 不可能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要有程序 知道什么最重要 第三件事情 任何情况下你都得睡好觉 吃好饭 你没吃好 你想把今天工作是不可能的 睡好觉就我再开会 我倒在那我真的就能睡着 当时有头一段人 你看睡不着吃完没要 吃完没要头疼啊 受不了啊 只要我倒下来睡下去 我就能 我就好 你看今天 我是到五点多开完会 我刚才大概将近六点 我躺在那我就睡着了 睡了将近一个小时 七点钟醒来 然后就下来给你们说说话 说七点四十 挺好 睡好觉 吃好饭是一天 保证你的时间 抓住重点 按程序 完成即一天 必须要干 和必须要干完的事 这就是时间安排啊 回答完小心了啊 那天 还有刚才小心说 新疆和西藏的残酷 我再告诉你 Erica兄弟 就刚才你说那件事情 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不是 真恐怖的 还真不是习近平 也不是共产党 是中国人内心的那种 自私愚蠢 无知 我们爆料革命面临的敌人 也不仅仅是共产党 是这个 是吧 享受更多的隔离和精灵 甚至你连想跑出机会都没有 你有什么得到呢 郭文贵是骗子 郭文贵是强奸犯 郭文贵是三秒 郭文贵是一个强奸别人 只有三秒能力的强奸犯 三秒钟的强奸犯 是吧 你远离郭文贵 你不要被郭文贵骗 你去找路大脑的石耀岩 找习近平 王岐山 海航 王健 你去骗你 你都不知道 就是有些人吧 你像上星期 有一个战友是吧 说挺了我五年了 五年了啊 这是很久 打通以后 很激动很感动 眼泪啥啥的 然后呢 接下来再谈话的口气就变了 骑哥你看我为爆料革命做了什么 我给我旁边我多少人做了什么 我给多少人传扬他们相信爆料革命 我听他说几分钟 我说你现在要跟我说啥 是要我跟你磕头 还是要我避 是吧 你要跟你磕头 七个从来不跟你磕头的 要给你避 我一个避也没有 所以Eric你去想想 文空 就这些人 你说他是坏吗 他不知道他自己坏 这才是可怕的 他认为我跟你联系上了 通过了 农场联系上了 我就想要告诉七个 你看我跟你做什么事 你欠我的 这不见得要逼 也不见得说七个要磕头 就这些人都不知道 你知道了爆料革命的真相 你是得到了 这怎么成了爆料革命欠你的了呢 那你觉得那习近平是不是更欠你的呢 如果习近平不欠你的 那你就不要支持爆料革命吗 这个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欠中国人的 没有人欠中国人的 包括人家美国 是吧 现在连中国没粮食吃都是美帝国主义搞的 说俄罗斯就是美国人逼出来的 打乌克兰根本不是俄罗斯愿意的 是美国硬逼的 这上市都在流行 真的是无知 在家愚蠢 在家自私 咱们这个国内这个人群 真的是大难临头 真的是大难临头 兄弟姐妹 所以刚才问那个问题 你们问这个问题就够傻的 还不可能 这个问题傻到边的兄弟们 就不可能 因为你了不起 共产党只要我抓住这个军权了 我有利益分配权了 你想把我消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就是共产党毛泽东设计这个权力 牛着来 只要我有利益分配权 你看上海是什么 我只要给你发正的权力 你想干啥 你干啥 我只要给你一个发正权力的人 指定你是能发正权力的者 你就想干啥 这个可怕 这就是毛泽东 我让所有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 77万个自然乡村 他一手插 你看他能插到底 能插到村和街道去 我命令你全力 一呼百应 但是你还造不了反 权力分配的权力 共产党牢牢把握 资源分配的权力 牢牢把握 军人永远不可能有造反 超过八个人的报军委去 你就造不了反 毛泽东在床上 除了练女人 就把中国历史 人类历史 所有的军事管理的 统治人类的 什么这个商鞅之者 用到了家了 掌管军权就掌管了 掌管军权不是掌管一切 掌管军权就掌管了 共产党的所有高官的家人的命 掌管了 共产党的高官和家人的命 就掌管了中国的所有 他下属的一切的命 所以他有 你看部队有一个叫什么 军长和政委制 当地有党委书记和政府官员制 然后我再给你派上地方军区 还有纪委 互相监督 中国共产党玩的就是黑社会这一套 你拿枪杀人之后 背后有人枪顶着你 这个举枪后面还有枪顶着你 但是这个枪后面有个房子里边 有个大炮顶着你 开炮子后面有一个炸弹 在你身上绑着呢 你最后不听我 我把你全杀了 最不行 我就直接就把那个炸弹给你点了 就完了 你就全完蛋 习近平转过这个权子的时候 你想把他干掉 我难着呢 还什么李克强 你告诉我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人在共产党历史上 副职把政治干掉 你找一个 胡耀邦想事 赵紫阳想事 都啥结果啊 而且人家邓不在职位上 你在职位上 你啥结果 毛泽东 给中国人带了多少灾难 华国锋 啥结果啊 林彪 刘少奇 啥结果啊 是吧 然后你再看看 胡锦涛 下边 另计划 是吧 啥结果啊 想啥呢 另计划的一个人的权力 赶李克强的所有人加一起 你想啥呢 所有的海外这个炒作都是转移清零政策 都是被习近平利用 全是共产党培养出一帮傻锅傻货 啊 只是把中国人的无自私 无知和愚蠢 推向极致 让更多中国女人的子宫头额 这更过男人的搞完 没有 啥都没有 安牢了 带上滑井 哎呀 感谢七哥 这是非常精彩 然后我们也是通过七哥讲解 可以听到这个中国共产党 简直就是 这一段时间